意大利给零售商的2亿欧元补贴 5月3日开始申请 看看您是否可以领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疫情带来的冲击 让各行各业都面对着 大大小小的经济打击 零售行业可以算是 打击比较大的一块 意大利政府发布的支持法令中 既有一项零售业奖金 将拨款2亿欧元 用于支持意大利零售行业的经济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漫长等待 现在正是确定申请日期 为5月3日中午12点开始 并于5月24日中午12点关闭申请 不过奖金不是所有零售行业都适用 申请的范围由行业的 Attaco代码决定 Attaco代码为行业商业活动的一种分类 属于以下代码的零售商 可以赶紧准备资料申请了 除此之外 还需要达到以下几点 2019年 他们的收入不超过200万欧元 2021年与2019年相比 营业额减少30% 在意大利开设的公司 并在商业登记入册 没有进入清算或破产程序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会陷入困境的商户 符合以上条件的街友们 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获得多少补贴 基本上 为每家有资格获得补贴的商户提供的援助额 等于2021年与2019年收入之间差额的百分比 补贴金额为差额的60% 适用于2019年收入不超过40万欧元的商家 补贴金额为差额的50% 适用于2019年收入超过40万 但不超过100万的商家 补贴金额为差额的40% 适用于2019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 而且不超过200万欧元的商家 如果华人街的街友们符合以上条件 有机会可以申请的话 需要向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提交申请 需要提供自我证明 以及表明符合条件的材料 请求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